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9月1号 先说一下中国内蒙古的事 今天是中国的中小学新学期正式开学的日子 新学期正式开学的第一天 中国的网友们应该都知道 每年的这一天 中国的官媒中央电视台 他都会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开学第一课 全中国的中小学生 他们基本上都必须要看这个节目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都必须要看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的节目 鼓吹爱中国 爱中国共产党的非常正能量的节目 必须要接受洗脑教育 在以前内蒙古的蒙古族的中小学学生们 还有他们的家长们肯定也是要看的 但是在今天 狗哥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看这个东西 大概率应该是不会了 这两天在内蒙古发生的事 就是蒙古族的民众强烈反对中国政府 强推汉语教育 发生的各种抗议活动 还有罢课活动 狗哥认为呢 对蒙古族的这些个中小学的学生来讲呢 其实就是最好的开学第一课 那跟这个比起来啊 中国官媒的这个开学第一课 真的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纯的这个正能量 是非常非常恶心的东西 在这儿呢 狗哥呢也特别想说一句啊 就是中国人啊 干脆说呢 就是中国汉族人吧 中国汉族人特别熟悉的一句话 也是非常非常功利的 非常实用主义的一句话 叫书中自有千中苏啊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但是呢 狗哥呢今天特别想说 对于孩子们来说啊 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来说 对于他们的这个人生 最重要的知识 最重要的东西 永远呢都不会呢 是从这个书本里学到的 更不会呢 是从这个电视里啊 或者是从这个抖音里学到的 那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东西啊 肯定呢是从社会里学到的 是从这个跟其他人的 这种互动啊 交往过程里边学到的 包括跟家人的互动 跟这个同龄人的互动 还有跟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 所以呢 狗哥要说呀 这几天在内蒙古发生的事 对于当地蒙古族的中小学学生来说 就是最好的开学第一课 他们关注这个事 思考这个事 甚至说呢参与这个事 比这个傻傻的看央视的这个开学第一课呀 要强一万倍啊 强一百万倍 那今天 内蒙古的很多的民族学校啊 他们应该是呢 要罢课的啊 蒙古族的学生们呢 他们要用罢课的这种方式 来抗议政府呢 在学校里边强推汉语教育啊 原本呢也有消息说 在内蒙的一些城市呢 蒙古族的民众 他们今天呢 也要举行这种集会抗议活动 狗哥在昨天的这个影片里说了 也会关注今天的情况 但是呢 今天到现在为止啊 在网络上有关 今天内蒙古的学校 还有这个集会抗议的消息呢 是非常的少啊 狗哥自己收到的这个信息呢 也是非常的少啊 原本呢 有一些这个蒙古族的网友 他们说呢 今天呢会给狗哥发消息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 也一直没有消息 那今天内蒙古的情况啊 狗哥的感觉呢 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信息的黑洞 里边的这个消息啊 很难出来 外界呢 很难知道 今天内蒙古的情况啊 罢克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 集会抗议的情况有多少 那这些情况呢 外界呢 到现在为止啊 基本上是不太知道的 那有网友呢 可能会怀疑 说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呢 是不是断网了 是不是这个政府呢 把互联网暂时切断了 要封杀这方面的消息 狗哥认为呢 这个可能性啊 现在来说呢 应该不是太大 最大的可能性 应该呢 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当地政府 他们采取的很严厉的镇压措施啊 镇压手段 把这个所有抗议这个事的领导性的人物 主要的人物啊 比如说这个昨天狗哥影片里的那位 女教师乌兰陀亚 她呢 应该是内蒙古扎鲁特齐 蒙古族第一中学的一位女教师 像乌兰陀亚这样的人 当地的政府呢 应该是把他们都拘留了 都抓起来了 那你没有这个领袖 没有领导人物啊 特别是这些蒙古族的知识分子 那民众呢 这个抗议活动啊 它就很难形成规模 而且呢 在今天内蒙的这个主要城市啊 他们肯定会采取 特别特别严厉的 这个所谓的维稳措施 会阻止民众聚集集会抗议 这个呢 是一个可能性啊 那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在当地的这个网络上啊 特别是微信啊 微信群啊 微博啊 在这些社交媒体上 他们肯定会采取非常严厉的这种审查措施 即便是内蒙的民众啊 他们有这个关于今天罢课呀 集会抗议的这种信息 比如说视频啊 照片之类的 那他们今天在网络上呢 应该呢 也发不出来啊 都被审查掉了 所以呢 在今天的网络上呢 就看不到有太多有关内蒙的消息 那内蒙的今天呢 就变成了一个信息的黑洞 其实呢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 不仅仅是两个可能性了 这个呢 肯定的也是今天在内蒙古 实际发生的状况啊 在网络上 他们会进行这个非常严厉的审查 那在网络之外 在现实生活里呢 也会进行一个强力的镇压 那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这种状况呢 到底呢 会有多严重 狗哥呢 也是特别希望 在内蒙的网友们啊 能够提供这个更多的信息 在影片下边呢 留言提供信息也可以 给狗哥发私信 发email呢 也可以啊 欢迎大家呢 提供有关内蒙古 今天状况的这个消息 那关于内蒙古 狗哥今天呢 就先说这么多 狗哥呢 还是昨天影片里的那个观点啊 本来没有事 你非要搞出来事 你没有矛盾 也必须要制造出来矛盾 这个呢 就是必须加速啊 必须倒车 真的是这个 这个人啊 牛逼过头了 这个老天爷 真的都拦不住啊 都挡不住 这个呢 是内蒙古啊 最近这几天发生的 现在呢 还在进行中的一个大事 中国政府镇压自己的人民啊 真的是很严厉 很厉害的 那中国的另外一个边疆地区 新疆和西藏 跟印度接壤的这个边境地区 这两天的局势呢 也是非常的紧张 大家呢 应该都知道 在今年的六月份 中国和印度 这个两国的边防军人啊 他们呢 在今年的六月份 就在这个边境地区 加勒万河谷 发生过了一次非常大的冲突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员伤亡 那从那次冲突到现在 两国边境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呢 其实是一直没有缓解啊 谁都没有做这个明显的退让 反而呢 都是在往边境地区增派军队 还有这个武器装备 狗哥最近呢 也一再说中印边境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呢 是发生热战啊 开枪开炮的可能性啊 非常大 那最近这两天 两国的军人呢 是又发生了冲突啊 虽然呢 这次呢 还是没有开枪开炮 但是呢 现在有消息说呢 是已经有这个地雷炸了啊 还炸死了人 那这个呢 很明显就是事态的非常严重的升级 距离开枪开炮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近了 那到底中印边境最新的是什么状况啊 首先呢 是印度军方 他在昨天 也就是8月31号 他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呢 是中国军队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共识 进行了挑衅性的军事活动 试图改变边境地区的现状 但是呢 这个企图是被印度军队挫败 那印度军方发表这个声明以后啊 中国外交部那个姓赵的发言人 他就进行了一个回应 说呢 中国军队啊 从来没有越过边境的实际控制线 然后呢 这个中国军队的西部战区 就是负责中印边境地区的那个中国军队的发言人 在昨天晚上 他就发表了一个谈话 狗哥是觉得啊 中国军方的这种操作方式啊 真的是非常的老套 非常的过时 还生活在是至少啊至少四十多年以前啊 你说你要表明一个态度发表声明 那你就堂堂正正的发表一个声明 你非得说要发表一个谈话 你大晚上的跟谁谈的跟这个新华市记者谈的啊 所以呢 大家从这个中国军方还有中国政府的很多细节啊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封闭啊 非常的过时 那这样的军队如果说能打仗 能打赢 那真的是算见鬼了 狗哥呢 是可以十分肯定这一点啊 那中国西部战区的这位发言人啊 就发表了不知道跟谁进行的谈话 他说的印度军队破坏双方达成的共识 在班公湖南岸热亲山口附近 再次非法越线战控公然挑衅 造成边境局势紧张 他严正要求印方立即撤回非法越线战控兵力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大家注意了 中国军方呢 他现在是要求印度立即撤回非法越线战控兵力 他指责印度是非法越线战控 其实呢 也就是承认印度出动军队占领了中国这边的一些地儿 那中印边境的最新的这个局势的升级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哪边是先挑衅 狗哥呢 是亲自做了一个调查 现在呢可以亲自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下 上次中印双方的大冲突是发生在加勒万河谷 最新的这个冲突呢 是发生在加勒万河谷以南直线距离100多公里的这个班公湖 从加勒万河谷一直到班公湖 整个这个大队的这个边境地区啊 包括班公湖这个高原湖 那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线啊 都是没有最终划定的啊 存在着很多这个有争议性的地区 那最新的这个冲突 就是在班公湖的南岸 两国军队呢围绕一个山头 或者说呢围绕一个高地进行了争夺 印度那边说呢 首先是中国军队集结了大概四五百人 这也差不多是一个营的兵力 还有这个工程机械 他们呢要在这个高地上修工事 印度军队发现这种状况以后呢 就提前动手在8月29号的晚上 也就是在上周五的晚上啊 印度这边呢他们也派了一个营的兵力 就抢先把这个高地占了啊 在这个过程里边呢 两边的军人呢应该呢就有一些冲突 但是呢冲突的详细情况 现在呢还不知道啊 那现在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 就是印度军队呢 他们占领了争议地区比较重要的一个高地啊 或者说呢是山头啊 这个呢就是中国军方说的 印度非法越线战控 那最新的这个局势的升级或者说冲突啊 两边的军方都没有公布这个伤亡的情况 但是呢首先在社交媒体上是有消息 说班公湖南岸的这个边境地区呢 是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 造成了一名印度士兵死亡 另外呢还有一个人严重受伤 而且呢这两名印度士兵啊都是藏族人 那接下来这个印度的一些媒体呢 他们也是确认了这个消息啊 确实是有印度士兵呢 在地雷爆炸事件里伤亡 而且呢这两个士兵呢 他们是在晚上执行侦查任务的时候啊 引发了这个地雷爆炸 现在呢大家呢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地雷是谁埋的啊 是印度军队他们自己埋的 然后呢他们自己不小心把自己的人给炸了 还是中国军队埋的 哪边的可能性更大 这个呢就是中印边境最新的一轮冲突的情况 地点是在班公湖的南岸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印度军队 占了争议地区的一个高地 还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 导致印度士兵一死一伤 这两名士兵呢都是藏族人 狗哥对这个事的看法呀 就是中印边境的局势啊 真的是越来越危险 如果说两边 两国政府还都是坚决不后退 都是坚决不退让 那下一步肯定就是这个开枪开爆 肯定呢就会是热战 肯定呢就会发生一场军事冲突 那除了内蒙中印边境 现在大家需要关注呢 还有这个台湾海峡的局势 最近这两天呢 围绕台湾发生的一些变化呀 可以说呢是要把这个中国政府给气炸了啊 首先呢是台湾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国代表团来访啊 就是这个捷克参议院的议长 率领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台湾 这个事呢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呢也说过啊 就是关于这次访问背后的故事 关于这个捷克参议院的前议长的故事 所以呢今天呢就不重复了 那捷克这个高级代表团访问台湾 它很明显呢就是对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 打压台湾的一个反击啊 这个呢就会让中国政府啊很不舒服 这个呢是一个事儿 另外一个跟台湾有关系的事儿呢 就是在昨天美国政府呢 是正式解密了1982年 里根担任总统的时候 发的两份这个机密的电报 这两份电报啊 是详细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这个呢可以说呢 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 那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务卿 叫史达伟他昨天呢还专门发表了一个演讲 详细说明了美国对台湾的这六项保证 那这个动作呢很显然呢 也是美国政府呢对台湾的支持啊 现在他们解密这个电报 详细说明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其实呢就是再一次重申美国对台湾的保证 还有支持 最近这几年美国川普政府啊 很明显他是加大了对台湾的支持的力度啊 特别是今年以来这个大动作也可以说是不断发生 那支持台湾 其实呢也是美国国会两党的共识啊 当然了这个呢 也就反映出是美国社会的共识啊 然后呢 中国政府 中国官媒呢就气炸了 昨天 环球时报发了一篇社论 大家可以看他的标题 需要给蔡英文当局一个根本性的警告了 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环球时报的社论呢 基本上都是他的总编胡锡进胡叼盘啊 亲自写的 因为其他的这一般人啊 根本就写不出来他那种叼盘的角度 胡锡进的这篇社论就说了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啊 就是这个美国军队的一架侦察机 可能在台湾本岛起降 胡锡进说 这个事呢 已经是踩到了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红线 如果大陆掌握了确凿证据 就可以摧毁相关机场和降落的该机场的美国军机 台海战争将就此打响 他在下边呢 还建议把台湾上空宣布为是解放军的巡航空域 派解放军的战斗机到台湾上空执行任务 如果说台湾军队胆敢开第一枪 那就意味着挑起战争 解放军就要武统如何如何如何 狗哥认为呢 胡锡进啊是彻底疯了 真的是彻底疯了 他呢现在可以说是中国能排在前几名的这种战争狂人 战争狂人胡锡进 真的是他妈疯了啊 当然了也可能是胡锡进他的装疯 眼看自己快退休了 快从这个环球时报滚蛋了 就最后呢再不要脸就再疯一把 但是不管胡锡进他是针锋还是装锋 那他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战争疯狂 真的会影响了中国的很多人 也包括这个中国政府高层里的很多人 因为中国的很多的高级官员 包括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狗哥可以确定 他们的认知水平啊 其实也就是环球时报水平的 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 所以呢在台湾问题上 胡锡进呢现在已经是疯了 那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爱国战狼粉红们 他们也疯了 下一步呢就看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要不要跟他们一起疯 或者说呢 看习近平会不会亲自走在最前边 带着他们一起疯 今天呢狗哥真的是觉得中国政府啊 真的是很牛逼很牛逼 内蒙古 中印边境 台湾海峡 真的是四面警报 全面开花 可以说这个到处都是狼烟 狼烟滚滚到处都是警报 真的是太牛逼 能把一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牛逼的让狗哥呀 无话可说啊 好了今天这个影片呢就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些观点 咱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